新北市副市长胡友宜他昨天上午 带队到瑞芳区的橡皮岩海岸 来剪断钓客安装在椒岩上面的绳索 不过呢 平行的另外一条还留着 所以还是有钓客哦 他们可能会冒险过海去垂钓 超棒区中午因此又派人再检一次 来宣示杜绝民众涉险钓鱼的决心 崎岖的椒岩海浪毫不留情地打上来 钓客依然站在椒岩上又栽的钓鱼 却不晓得自己身陷险境 这里是新北市瑞芳区的橡皮岩海岸 钓客最常来的海钓圣地 但也因为椒岩的表面崎岖 要到真正可以钓鱼的地方 必须利用绳索攀爬 约过湍急的水流 看在其他人的眼里实在是好危险 这个一定非常有危险 光要左过去 那个椒岩的湿滑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那你用攀爬的 你还用攀爬的方式 用垂钓的方式爬过去 有点像蜘蛛人的方式 这平时都会掉下去 为了不让钓客上演蜘蛛人 飞檐走壁的戏码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仪下令 剪断绳索 堵绝这样危险的海钓行为 但也有钓客反应 叮入椒岩的扣环 没有处理掉 还是治标不治本 他们都会想办法过去的 有可能这样子 你剪上面那条 他就没办法过去吧 私自架设绳索 依法将处于50万到500万的罚环 钓客发生意外 不只自身受害 也有可能连累搜救人员 联合报邱瑞杰 新北市报道